桃园中丽警方破获了一起吸毒案 这是一群年轻辣妹为了庆祝生日 居然相约在KTV唱歌还吸毒 其中有一名女子的先生上门找人 发现太太在吸毒真的非常生气 气得殴打现场一名男子 也因为这场冲突引来警方关切 让警方意外还破获了这一起吸毒案 坐在警局里十多位年轻辣妹一看到媒体出现 全都低下头遮住脸不让长相曝光 为了庆祝生日一群人到KTV唱歌 没想到还拉K住信 被抓的年轻辣妹年纪都二十多岁 有的还是专柜小姐会被远警察气 全是其中一名女子的先生到KTV找人 发现太太在吸取毒品 气得动手殴打现场一名男子 才引来警方关切 警方到达现场去 发现周边上有K那边 一毒品 我要皇上去第十一奖之一 一生我半 另外其中有两个年轻输只涉及到 皇上公务部份的话 我们一定跟她移送正办 现场两名女子看到警方上门还恶言相向 最佳一等一场party 因为毒品权变了掉 就算低头遮脸 也来不及改变荒唐的生日宴会 这种词 是否并将对起码